请不吝点赞 订阅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我们提到月球被撞 这个牵涉都是引力的问题 语咒里面所有的物质都有质量 有质量就有引力 人体有没有引力呢? 照理有的 就算老师当年教你 譬如我和台长如果我坐在你旁边 距离都是一米左右不够 然后你又几十公斤 我又几十公斤 理论上我们之间是有总级的引力 是无可避免的 一定有的 但是只不过就是那个引力长途很小 所以出来的力量很弱 基本上也是很难去量度 实际上也是的 你如果想量度一个 由一件很轻的东西出来的万有引力有多大呢? 其实就要需要很灵敏的仪器 现在我们有些仪器地球上有些仪器是尝试去用这个万有引力 来去帮我们测量一些引力常数 就是整条万有引力公式是中间其中有一个常数 大家注意在这里 那个数是很难量度的 很小的 那用那个技巧都要用到一些金箔上的一些金箔的结构 然后用一些透过那些质量之间互相的吸引 量度一个很微弱的万有引力的吸引力 来帮我们去计算究竟那个引力的常数是多少 所以我们都会问 如果我们想随便找一件东西 可以很容易灵敏来量度到 一个我们眼前看到的物件的万有引力的时候 是不是那么容易呢? 我就会说 需要的灵敏度很高很高才行 这个要做一个比较 如果我们想感受到 由那些摩擦 比如冬天的时候 小时候看电视 教育电视都有讲的 你找一把尖尺去搓一下那件衣服 然后你就将那些紫碎可以吸起去 然后我们玩磁石 两个磁石的北极 你把它硬靠近一起的时候 那个排斥力你发觉就很难的 或者你去厄寮街买一些很强力的磁石 你想撕开就很辛苦的 那么那些这样的力我们叫电磁力 这些电磁力呢 其实很容易给我们的皮肤 就已经我们个人皮肤经验就感受到的东西 但是基本上我们 没有试过去真是 去用我们的皮肤感受过人和人之间的吸引力 我们唯一可以感受到万有引力的时间 就是我们摸下的时候 真是被地球吸了下去 是不是? 那个就是我们自己可以 就是你要去到地球这么大 和我们这个油 才能够表现到我们皮肤感受到的万有引力 但是如果你说 就随便拿出一个仪器 想测一下油不是由地球 是用我们一个过人比出来的万有引力有多大呢? 其实这个是需要极精密的仪器 才能够做得到的 那说这么多这些是为什么呢? 其实就是呢 有人是真的向着这个目标去卖进了 就真的呢 他需要用到一个非常灵敏的仪器 里面都牵涉到一些 用到金箔做的弹簧的结构 来帮我们感受一些很微弱很微弱的扰动 然后还特别的就是说 我们不是说就这样 将这东西放在一起 放在一起 然后看看吸引力有多大的算数 然后呢 我们是很需要呢 去搓进去 而且用一种很特定的模式去搓进去 看看呢 被吸引的另外一边的那些东西 能不能表现到同样的震动出来 其实就由那个震动那个模式 震动那个讯号呢 你去让那个仪器知道呢 我现在是不是在量度你这件事 因为我要知道有没有那个万有引力在那里 那我就这样放在那里 我吸引你过来就最简单了 但是我不是那件事就这样放在那里的 我那件事放在那里的 我还有得去震一下育一下的 那其实就用一个动态的方法呢 其实就有希望能够呢 就是令到这个仪器更加容易去表现到 它收不收到那个原先物体给出来的 就是万有引力的震动 那其实就透过 就是其实他们现在就在说 有人是发展着一套非常精密的方法 来去量一些比较小的物件 给出来的万有引力有多大 那说这些人能够整件灵敏而起来为什麽呢 那其实有它的价值在 其实就是说呢 长远我们希望就是说 不停地提高到这些很小的物件 测量这些极小的物件 出来万有引力的灵敏度的话呢 那我们就有一个希望就是说 那些这麽小的物件 给出来的电磁力效应 甚至乎量子的效应 会不会共野一路可以连去的重力效应 都能量出来呢 那其实长远来说 大家很希望去攻陷一个问题 就是在一个量子程度来说 我们能不能够将这个万有引力都考虑在内 那长远来说就是 会不会就是说 在我们建构整个理论物理的框架的时候 除了我们能够将这个电磁力 和那个强弱作用力去统合在一起 变成一个量子的 用量子形式表达的理论 那会不会可以朝向的目标就是 慢慢将这个万有引力都考虑在内呢 那目标是很长远的 但是现在当然距离这个目标 就还有真是很远很远的 那既然人都是由物质组成 那物质的属性人都应该 举个例子 比如说刚才你提到 那我们都可能有少少少少少的引力 那会不会我们少少都会发光呢 我们是在发光的 我们只是发光远和外线而已 就是大家经历了 我们现在用眼摸 就是我就没有能力去 就是这么说 比如你说陈志弘 什么时候有能力发出一些光 给台长你看到呢 就是我火化的时候 那不是你自己的 那你要靠个燃烧的过程 有这么高的温度 那你才能看得到 但是本身我们的体温有37度的时候呢 我们都在发软红外线的 那所以那些俄罗斯军队在下面 晚上请故做怪 上面乌克兰军队就用个夜视镜就看到了 那是这样的意思 OK 好啊 那希望我们将来有些仪器 什么我们的属性都可以读出来 好了 那另外一个很重要的问题呢 我想相信在一个差不多叫做临界点 就是这个基因改造的问题呢 现在已经去到我想 要做出道德的抉择了 那最近就不是找人体做了 但是找老鼠做的 这些基因的改造有什么新的发展呢? 这个就要承接一下 我们都在说几个月前有暴露 我又忘记了哪一集了 我不知道有没有办法呢 这个题外话 将来有人工智能是帮我们去查 究竟台长和陈志弘在这集讲话 究竟是refer多少集之前的科学生 然后自动帮我加工智能 有人在跟我聊这个东西 是的 是的 尤其是你识别的东西就这么多了 是不是? 但是如果你找人手做 其实很不麻烦 不容易的 你都想象到我们的节目 动下就做十年八年了 我们的节目 是不是? 一分钟就长寿过电视台的剧 但是如果这件事是可以这样refer 那就方便很多 那我讲回正题了 其实就是话说我们几个月前 都有试过有一集提到一件事 就是说我们已经有能力 把我们的皮肤就变回成钢细胞 然后那个钢细胞将它变成卵子 是这样的 就是说得荒谬一点就是怎样呢? 基本上又是了 你想象一下又是拿陈志宏或者梁錦祥的皮肤细胞出来 就将它可以变成一个钢细胞 然后由这个钢细胞变回成带有陈志宏 或者带有梁錦祥遗传基因的卵子 那好了 于是乎你想象到 如果这个这样的卵子 它是运救成功运作而里面的基因资讯 真是一个男人的资讯的话 它遇着另外一个男人的精子 结合出来会是什么呢? 其实这个就是台长讲到 你讲的道德上的问题在这里 我们几个月前就提到 就是我们已经似乎有这样的能力 去做一粒这样的卵子出来的 那现在呢 就这次这个报道就是说 就直接有人在老鼠这里做这样的实验 就将一只老鼠工 又是用个老鼠工制造了一粒老鼠的卵子出来 里面就是有那个老鼠工的基因在这里 那大家有些基础的常识就是 整个基因的结构 如果最简单的单元就是一条 就是那些掩飾体 那又不是最简单的 总之就是其中一个能够决定我们性别的 就是以一对对的形式 比如我们人就是23对的那样 那23对的掩飾体 就是不要说它DNA level 就是掩飾体 掩飾体就是一堆已经捆好了 捆好了一抽的一大堆的基因资讯 那就是这堆这样的掩飾体呢 就是妈妈给半套 爸爸给半套 然后砌出来就是下一代 那所以就基本上就是 你能够想到办法 是一人捆半套出来的时候 你就砌了下一代出来的了 那而且每一个这些 无论精子和卵子呢 都是藏有半套基因资讯的 所以我就是说 我来自我的半套基因资讯 放在这个卵子上 那基本上它就带有我的基因资讯的卵子 那现在说回这些老鼠 现在就是说 它们就已经是将一个 由老鼠公做出来的卵子 和一个老鼠公的 另外一个老鼠公的精子结合 然后变成一个受精卵 那似乎就是它未正式将它人育出来的 那只是看到它成功地 它们在一个受精卵阶段 分裂了好几步之后就停了下来 那大家可能可以很不难想象到一个问题 就是说 两个老鼠它都没有子宫的 那如果它真的想引辱这一颗受精卵出来 那它基本上需要做的事情 就是将这颗受精卵 放在一个痴性老鼠的子宫里面 那出来就 你会看到道德问题就是 爸爸、爸爸和妈妈 还是爸爸、妈妈和妈妈呢 那其实我们以往都知道就是 人就算人类 都有些很出名的例子 有一次香港都曾经出现很轰动的新闻 就是请人代人 就是比如说两夫妇 可能她那个女性自己没有 她有卵子 但是她的子宫活不了 那于是她就做使管婴儿 把受精卵注入另外一位女性的徒 去生她出来 但是最后的结果很有趣的 最后在这个下一代里面 可以找回这三个人的基因资讯 所以如果这件事 如果真的这样做 找另外一只痴性老鼠去代人 那基本上是你预了的了 下一代就是有三个人的DNA在那里 或者说的是用一个暴雨类动物 做一个模型 她现在做到了 但是我当人这样做 这个我们不希望发生 但是你可以想想 就将两个男性的这些细胞 将它结合了 其中一个就是可能是一些卵子 就放在另一个女性的子宫里面 那做了出来的时候 那这个究竟是什么呢 那个小孩怎么叫我呢 就是这样做出来的时候 有两个爸爸嘛 就是你肯定有两个爸爸嘛 但是其中有个爸爸很有趣 其中一个爸爸他不是给精子 他会变粒卵子出来给你的 但是我不明白 这就是一个男性的细胞 为什么会有卵子呢 男性的细胞本身没有卵子 但是很有趣的就是 因为干细胞 它是一个能够 就是可以根据适当条件之下 将它program 变成为我们 想它变成的一个细胞 就是你可以想象就是说 你一个的胎儿也好 怎样也好 在受精卵的阶段 它就有一堆这些 一些胚胎幹细胞 这些胚胎幹细胞 自己分工合作 自己列下列下 就会成为身体不同器官的不同细胞 那如果它最后会引育出一个女孩 那它纯粹根据当时的条件 它由性别基因 决定它的荷尔蒙分泌 于是那堆这样的干细胞 就会分工成为它一个 BB未成熟的子宫 甚至乎还有里面的卵子 未成熟的卵子在那里 其实就是说 那个关键就是 在你拿了自己身体细胞之后 它将它变成一个非常之劲的一种 就是那种叫IPS 那种这样的干细胞 那种干细胞就是 理论上你可以把它变什么都可以的 变成人身体任何一个器官的细胞 都可以的 但是就 现在大家就很努力地把它去玩 你怎样能够准确地把它变成 我要是干细胞 有些甚至是玩得夸张一点的 我不尝试添加它 我就这样将那些干细胞 它直接注入另外一个生 一个胚胎的脑部那里 那我们之前有报道过的 也是在老鼠里玩的 那看看最后它会不会自己 群态群态 干细胞自己变成为 那个脑部的一部分呢 那会有这样的事情在玩的 就是大家是很想 尤其是那种干细胞的研究就是说 我怎样整个干细胞出来 那这个就是其中一个 在讲前十几二十年很大的飞样 那现在接着来的问题就是说 你拿着那粒干细胞 可以怎样很稳定地有效地变成你想要的东西呢 如果变成为精子或者卵子 那它于是乎就是可以 可能帮助到一些不育的人去生育 可以变成为一个肝壮的话 那它会不会可以整成一些器官 令它最后是可以救到人 又不会有排斥 甚至乎是你想要哪部分就哪部分 其实我们稍后我们等一下都会说 但是甚至乎就是这种这样的技术 是现在将会令到一些听国受损的人 可以復充 就是重新能够听到的东西是会有希望的 也是要拜这种干细胞的技术所持的 但是你看到的新闻 它们似乎已经做到的在老鼠上面 其实是的 因为你的受精卵做了出来 是的 它已经做到了 是的 然后你的受精卵看到 它能够在那几个阶段一路分裂 你知道它正正常常 基本上你知道它会有效的了 那之后呢 你最后整不整 它真的生不生那些老鼠出来呢 就是你如果做可能还被人罵得了 那不如不要做 我相信现在不是技术问题来的 这个是法律的问题 就是他们做不到的 而是他们免得踩戒嘛 但是武製已经在了 就是你说这件事是做到的 做到之后会怎样呢 就没人知道了 那我们都是简单 就是以我个人来说 我都希望它不要做了 是的 好了 这一集的结束 我们下一次回来讲讲 这个失聪之后 怎样可以还原呢 梁錦祥工作室 在这个网络言论自由被打压的年代 我们依然坚持自我做好节目 坚拒自我审查 因为我们相信内容有价 而你们的支持就至关重要 请大家订阅梁錦祥工作室patreon 并立刻成为付费会员 守护自由言论 而我们在YouTube频道上的每一支节目 都要麻烦大家记得按赞、分享、留言和按钟仔 感谢大家一直支持梁錦祥工作室节目 给大家订阅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